当然你要怎么样能够刚刚好做出这个 第一个年的部分 下拉清单 要怎么样能够下拉清单 自动帮我把那些年都显示出来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能够会做下拉清单 第二个的话要怎么样刚刚好可以产生 一整个月的日期 那这边当然你会需要什么 那你要做正确日期之前 可能要先产生一个 所谓的1到42的表格 1到42的表格不是说你自己填上去 我需要的是向右向下 刚刚好就1到42 那这里可能会需要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叫Colent 蓝 一个函数叫Raw Colent跟Raw 这两个函数非常的重要 你要定位资料的话 不会这两个你可能就做不出来 蛮重要的 这个其实还蛮常用到的 不知道你们用过 所以下拉清单怎么做 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你可以把下拉清单给他一个来源 把资料放进来他就下拉 月也是 月的话你可以因为12个月 是固定的 你可以直接把1-2-12 他就会1到12月下拉清单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取得什么呢 其他相关讯息 比如说这个月有几天 这个月有几天 这边我有提示 你可以用什么 E-O-month 报告哥没用过这个函数 其实E-O-month 就是end of months end 就是意思说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是哪一天 那我前面又报个day 因为最后一天他一定是有年月日 可是我只要知道说 他的日就黑了 比如说31 他回来就31 那我就知道这个月31天 那我就显示31天就好了 只有30 那就30 28就28 一直类推 那这一个 这个第一天的位置是礼拜几 那礼拜几主要就是说 如果是5的话 那他应该是礼拜四 所以我就把它移到礼拜四的位置 把它放在这里 1开始 然后最后一天的话30 我就让他跑到30刚好停掉 后面的就不要显示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做出一个外面列出来 所以细节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也许可以参考一下 我上面的部分 那当然呢 除了说可以用函数做事外 也可以用VBA做设计 VBA难度比较高 仅供参考 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当成是下个礼拜的一个练习题 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那当然我们在那个其他综合练习题 蛮多的有这么多题 像同学好像比较有兴趣什么销货单 有没有 你可以把那个销货单 就是假设你今天有个表单 你先用手写填的 现在全部都可以转移到Excel 也就是把Excel 拿来当输入的界面 而且可以自动带出客户 你要给他一个客户编号 他自动帮你带出客户 然后呢 商品编号自动带出商品 你只要电话打来 哪个客户编号告诉我 然后呢 你要什么东西 几样 最后按个订购 就会自动帮他把记录东西存在Excel的一个像商品名系一笔 Raker 实际上也是把Excel当资料过来用 蛮像是进销存系统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很多同学好像对这都比较有兴趣 其他好像什么地址合并 这个有点像做一个查询系统 比如说你的会员住哪里 你想要知道如果住 比如说住中校东路的会员有哪一些 马上可以输入中校东路 自动帮我把中校东路资料查出来 显示在一个工作表里面 怎么做 这边就有类似的东西了 所以一个延伸练习题还蛮多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 所以有些练习题请各位 再花一点时间自己练习一下 当然还有更多 其他补充范例 这个是历年来 同学问的问题 我把它收录在这里 还蛮杂的 里面有什么 有入门的有进阶的 所以入门的题目有这么多 当然有些有分 在后面有刮胡是做什么用途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针对不同的需求 还有进阶的题目等等的有这么多 有兴趣的同学自己 像下载网络资料 也许后面我会教各位 因为同学对于下载资料蛮有需求的 比如网路上看到一个东西 那有一百个page 一百个page就像如果以前你图法链刚是要Ctrl-C, Ctrl-V, Ctrl-C, Ctrl-V 要一百次 而且如果那个资料会update的像股市资料 像汇率资料等等的话 那你岂不是每天都要 那如果说最好是可以 一切按下去 自动帮你把资料全部都 放到Excel里面 那你再去做后续处理 大家怎么做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练习题里面 在数学函数里面 我就有举了一题 所以如果 对大乐透这一个 历史资料下载 那我是举 因为大乐透历史资料 这个比较单纯 你们可以Google 大乐透历史资料这个关键字 会找到一个叫乐透云的一个网站 那他这边有什么呢 大乐透历史资料的开奖记录 最新的是到4月10号 不知道各位没有在买的 因为陈一阵刚好 我就很想要有一台 因为最近有点发福 然后就很想要有一个那个 讲到车面就是那种 因为健身中心有嘛 可是你每次都要花钱 然后刚好呢参加一个 就是活动 有一个投奖 投奖就是那个跑就是那个踩的车 然后一直很想 然后念力就很够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想说会不会是我 会不会是我 然后最后投奖一开出来 叫的不是我的名字 不过是我的我女儿的名字 因为我们是一起参加的 然后呢 因为我女儿跑去上厕所 然后冲上去巴黎 真的就种了一台 所以我现在每天在家里 有空就踩了 所以真的要念 真的有差哦 所以你要念力要够了 所以如果你要买 大乐透的话 是不是你也可以 不过当然我们除了要念力之外 也要科学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收集大数据 但是这个大数据里面的话 总共有几个page呢 它里面资料太多了 总共好像有16个page 它历年来到最后一个page的话 就是2004年的1月5号 这个算是它大乐透第一期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不要麻烦 每一页每一页都要这样复制贴 我希望能够一键按下去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把它放到excel 而且可以帮我把七个号码都分开来 然后我就可以很快统计出 历年来到今天为止 大乐透哪一个号码开出的几率最高 OK 会不会很困难呢 其实真的不会 有兴趣的话 然后回去可以先把这边复习一下 预习一下 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 那个excel里面有一个叫 从web的资料从web 但是你要学会录制聚集 因为它每一次下载 那你就要再去做一次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它重复信 我可以第一个 跑一个回忆圈 刚才讲for i等于1到16 我有16个page 第二个的话 因为我下载一次 它会帮我放到a1向下 可是我 它每一次都a1都盖掉 所以我可以再向下追踪到最下面一列 有没有 这个page 再来就是这个page的最下面 所以我会追踪到最下面 然后把它放到最下面 底下的话当然有相关的叙述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 真的不会很困难 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改写一下 然后换在别的地方上面 真的还蛮方便的 以后网路资料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一键就可以全部完成 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能够懂得全部把它活学活用 真的可以把你工作变成一键完成 那你会很有成就感 第二个你应该工作会很轻松 因为你所有事情都做好了 剩下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去思考 其实最后发现 就是你就把程式写好就好了 那当然是一个目标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在数学函数的大乐透历史资料里面 不过这一题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题 叫乐透彩的程式 这边有一个范例题 我们是数学函数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乐透彩中奖机会统计 那我延伸讲一下有关那个 如果你要抓网路资料的话 可以用这部分 那另外的话 今天大概数学函数部分 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把那个sum大概讲一下 sum部分的话我想也不用讲了 我当然可能比较重要是sum product跟sum if ok那sum if尤其更重要 比如说的话 这边有一个练习题 sum if这个我想sum product sum if其实指的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加总 但是是有条件的加总 比如说我今天是销售部 跟开发部的加总 那我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插乱数 可以怎么样呢 比如说第一个 我要查什么 查销售部的 那我可以插乱函数 用那个数学三角里面 找到叫sum的函数 sum if往下 这边特别叫sum if函数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sum if s 实际上就是 如果你的判断条件不止一个 可能有两个以上的话 那你用sum if s ok s的话就是多个条件的意思 那我们sum if 第一个是range 指的就是说 他这个地方特别是要srange跟criteria 这个是一对的哦 意思就是这个是条件 这个是范围 意思就是说你要判断条件的那个范围在哪里 ok我们要判断的范围在这里 第二个是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销售部 不过移开他会自动帮你加前后算 因为他是一个自创 sum range指的是 那你要加总的范围在哪里 在这里 ok那你会发现把他确定之后 他就帮你把四销售部的加过来 一样的方法 你就把统计部也做一下 再来的话呢 底下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要统计什么 销售金额 大于五万的 有几个 那你这边看一下应该是有这几个啦 不过如果我们要 资料一多你不可能用人工来 观看哦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用sum range 接下来range跟criteria一组啊 range指的是销售额这个范围 criteria是大于五万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用这边前面可以加一个运算符号 大于小于等于等等的 ok 然后呢 sum range指的是把这边加强 最后的话呢 按个确定 这边多了一个 这边加强 可以按确定二六个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切到那个 综合练习的第二题 这个是题目档 答案档 就是我们要练习的这个练习档在这里 教师研习时数统计表 那这一题其实很主要是什么 前面是总表 后面是有老师有参加 意思是说这个老师有没有参加 有 那你就把时数帮我加过来 但是如果没有就输入零 以前那你不是用传统做法是 有没有王庆路切过来 没有好0个 李世远切过来 1.5 你不可能说这样 不过这样的做事情 太浪费时间了 那如果说呢 你希望快速的一次全部做完 那要怎么做 这第1个 第2个的话 这个是入门教学 请你把序责2 负是一个 把它改成序责3 把这边改成进阶 因为呢 还又办了第2次的研习 叫进阶 当然我们这课程呢 也有入门班 现在是入门 也有进阶班 因为进阶班 一直都没有时间开来 因为下一期本来要开来 但是我又没有时间了 所以下一期又没有进阶了 又只有入门 是应该吧 所以可能如果要想上进阶的话 可能就要再下下一期了 OK 好 那重点是这个 那这两个老师 头尾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你把头尾两个老师 把它删掉 另外他们的时数 每一个时数 进阶都是两个小时 编号重新编一下 OK 很受监按住 那入门班 进阶班 请问这些老师 谁有参加 谁没参加 有参加的时数 帮我加到前面 那你不是 如果你没有好的方法 你不用杀米符的话 这个导致很麻烦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杀米符做个练习 另外的话 综合教师研习 时数统计表部分 也试着做做看 就是会有 虚择二是入门班 进阶的话就是 有两个老师 第一个跟最后老师没参加 那时数的话 全部都两个小时 那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用什么 杀米符 帮我把它加到前面的话 这个地方 该怎么做 OK